网上今日15日流传一段片段 可见一辆A10线承巴停 在华富二村商场对出回旋处位置 期间身穿车制服的壮汉 在马路上粗口横飞 挥拳猛击一鸣 年男子头部 拍片者更声称对方毁坏骑车辆倒 静 承巴回复星岛头条查询时表示 事发于上周 11日下午 该名车长事发时正驾驶 承巴机场快线A10 网压利州 使致华警接时怀疑一路面状况与其司机争执 承巴为事件致歉 并向受伤司机质疑 问 公司在展开全面调查后 决定及时解雇涉案 长 并会全力配合警方调查 警方则表示当日经查后 以涉嫌袭击制造成实际身体伤害 普通袭 即刑事毁坏 拘捕涉案40岁巴士车长 事件中两名家车司机受伤清醒送院 案件仍在调查 片断权 约二分半中 可见涉事承巴当时停泊在华富道华 街交界回旋处入口 七肩身穿车长制服的壮汉 一名受削中年男子理论 七肩车长情绪激动 大 你画我 你记我老戏呀 当我留 至于中年男子 这脸部 似乎是前已被袭击 忽然 车长抡起右勾 猛击中年男脸部 中年男预袭失平衡退了一退 骗者随即着中年男走 走呀 为右眼打三条九 于此时 一名身穿球衣的男子上前 试图平复车长情 急后 拍骗者将镜头移向一部红色七人车 可见 人车到后镜损毁 外壳飞拖 拍骗者声称倒后镜 被对方用脚踢烂 期间车长为有消气 继续步步 逼 挑衅无好走呀 吓得拍骗者连连退后 并反驳 耿系走啦 无走就笨 车长见状便辱骂拍骗者 茶茶子 把死人生 有旁观市民向拍骗者了解情况 并指 取打人就记无 边有人造样扎车 警方表 上周六11月11日下午约40街报 指一辆巴誓言香港 华景街东行期间 遇上一辆小巴在路边停靠 其该名40岁新翁南巴士车长怀疑因切线问题 与一言相反方向行驶的私家车的50岁性李南司机争 其间另一辆私家车的54岁性陈南司机下车 希望停征值 为两人均被该名巴士司机遗手袭击 该巴士司机令涉嫌疑手破坏性陈南子的私家车 方街报道场 该名40岁性翁南巴士司机涉嫌袭击造成实际身体伤害 普通袭击及刑事毁坏被捕 以获准保释后查 需于12月 上旬向警方报道 案件 由西区警区刑事调查组第一队跟进 50岁李南嘴 流血及眼角受伤 而54岁陈南暴秤在争执期间 首部 两人均清醒背诵玛丽医院治理 星岛 TialUp 今已推出最新版本 请立即更新 浏览更精彩 容